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東周投資會 Hello,比比 Hello,大家好 今天有海經亞洲投資財力部主管溫傑 和我們聊聊天,給大家提示 這個時候就開講講報試 大家有留言就記得在下面留定 免得有時有很多問題的時候不及 今天恆指是收報16612點,升了25點 成交今天是957億 一些重要資訊包括二十大正式開幕 新能車股普遍受壓,重症監而放寬 深上市公司回購實施條件 我想這個星期,因為剛剛昨天開幕 二十大,我想離不開了 這個星期的焦點 加上星期三有的施政報告 比比去解構一下,港股何去何重 好,看回港股,我直接入獄了 我覺得這個星期來說,其實低位來算 應該很明顯 今天其實是由跌轉升的 但就算你看到今早比較差的情況下 都是大概16300點附近 明顯地下面的支持位是說 16000點,大家的心理關口和整數關口 我經常都說,其實16000點和15999對外沒有分別 但不是,市場總是覺得整數關口是重要的 第二,16170是我們說的歐債危機底 所以大概16000點到16200,不夠膽說很穩健 因為任何支持的底都是一擊破的 但圖表上,似乎這些位是有一個支持的 好了,向上的話,現在就收166 其實上星期五都收165多 所以今天來說只是升25點 我自己覺得向上的話 如果根據我們和理工大學合作的AI program 今個星期的分數就是6分 那6分是多少呢? 是代表會升1-3% 所以如果你用上星期大概165去計算 升2-3%其實都會編170 所以我在其他節目都給過出來 如果用研究去看的話 短期上升的空間其實就不太多 都可能說200-400點左右 好了,說完位置,我先說重點 首先第一件事,今個星期相當多東西是留意的 但是坦白說,不是二十大 為什麼呢? 因為二十大本身是做一個人事安排的 他不是聚焦於經濟的 反而我們問的就是 當你二十大之後 其實你也知道 由星期日一開,開六至七日的話 其實去到星期五收市都還未開完的 好了,重點是 我們要看在這個二十大會議之後 其實會不會就著經濟呢? 或者是說防疫方面 有些急轉彎的 好了,所以其實 就著二十大本身 今個星期應該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當然你可以數一下 它有多少關鍵字眼呢? 是說經濟,是說某一件事 但是如果用這個角度的話 那似乎,不要說壞消息了 似乎重點就真的不是經濟 似乎國家安全等等的民生等等的字眼 是佔據著主導的地位 所以似乎很難可以在這次二十大 去到這一刻為止 無論是習大大講話也好 或者其他文章也好 找到一個炒股路線圖 不像我們經常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即是逐個字去看 有什麼行業會推 有什麼行業會打 這樣就容易一些 所以我想就著今個星期來說 其實你最多憧憬就是 因為二十大開會 所以要維穩 可能有些國家隊會入市 但是這個會議本身 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反而我覺得有什麼要留意呢 第一,是明天 是說明天內地會公佈一些 我們叫做第三季 和九月份的經濟數據 我之前都說過 我主觀願望 因為爛尾樓的事件 初步淡化了一點點 另外就是所謂限電的問題解決了 跟著金狗銀十是消費 基建上馬 和中間減息 在幾個因素之下 九月份的內地經濟數據 是有點憧憬的 看看最後是否真的可以好過市場預期 這是第一關 第二關我反而會想 我們不要只看自己 我們看外圍的話 最大關鍵就是上星期都出了一些通帳數據 我想通帳數據出了 而說加息也是十一月頭的事 這個未來一兩個星期 可能更加關鍵就是 美股的企業盈利增長 有機會我多說一點 但是時間關係 你知道上星期 也有些美股的銀行股 是公佈了業績 摩根大通 City Bank等等 接下來就越出越多了 所以我覺得 關鍵外圍就是企業盈利 去到我們這邊 就是中港關係 反而是九月份的經濟數據 至於施政報告的話 我想最多就是 會不會放寬減額 最多就可能會令到一些地產股 有些炒作 但我經常問就是 給你買 就算給你買 你買不買 現在明顯是一個加息環境 大家覺得樓價似 跌的機會可能多些 還有你怎麼運錢過來呢? 如果你說不是 那些錢一早在 如果一早在 就一早有其他方法 可能拿到身份證 很多一些內地的老闆朋友 其實一早拿了七年的身份證 已經買了 所以我覺得 不要衝影太多 好了,回來了 所以我自己 今個星期會看美股企業盈利 再看明天的數據 接著過了今個星期的尾段 再看看二十大之後 政策上有沒有改變 再做一個部署 大概講了今個星期的焦點 也講了今個星期的市場的range 應該初步給大家一些訊息吧 好,我們不如看看圖表 說回科技股近期的表現 都沒有辦法了 這陣子的市場 基本上就 我想由阿里巴巴、騰訊 他們幾隻 又跌了一乘五至兩乘五不等 最厲害的是京東 你覺得跌到淮水位的時候 其實現在科技股 接下來的表現會怎樣呢 好,應該這樣說 我們一直都... 我天生保守 所以近一年 經常叫大家四不買 內房、物館、生物科技和科技 避開了一些苦難的 到現在為止 我都不太想變科技股 因為第一 市場就算有短期反彈 似乎再下的機會 或者大升的機會是小的 所以一些進取型的股份 是Beta高的股份 其實是蝕張的 第二是加息的環境 第三是大股東沽貨 其實影響可以很大 南非股東會沽騰訊 騰訊可以沽他手裡的組合 其實是很多隻的 如果騰訊可以沽的話 阿里是否可以沽呢? 所以我想減詞的陰霾也比較麻煩 當然 當然你說 我還是看好騰訊 看好阿里巴巴 跌了這麼多 短期有沒有反彈呢? 是有機會的 但是你要捕捉他短期反彈 好像我上個星期說 你要捕捉到最低那一刻 你買到 你又要最高那一刻 沽得到 其實說就容易 實際操作上 各打八折 只會最多咬到中間的浸 就算整個反彈量是10% 左減右減 其實就是中間的幾% 那邊商不是你想得那麼吸引 當然你說 你不可能不斷暢談 總有一天 不知道是今天 還是這個星期 還是下個月 總會跌完 但是這一刻 我覺得科技股 我還是不想太上心 我很擔心一件事 大家經歷過2020年 原來科技股可以升一倍、兩倍、三倍 是 回望回到阿里巴巴可以四塊水跌到下來 大家會覺得 它真的賣過300元、400元 不要那麼大攤 我知道政策不同了 一半也好 300元變成150元 那我現價計 73.2元其實都有一倍 或者騰訊700元 不要看了 打個八折400元 大家都覺得很酷 但是你想著700元也好 400元也好 事後看是一個泡沫的階段 現在的情況改變了 短期不像能回到去 所以我也是那句 現在我本身都不太想買太多股票了 要我選擇 科技股不是我的何車 所以我自己看暫時來計 都不會特別推介科技股 除非好個別 某一隻 我們可以再討論 但是整體上科技股 我也是打揉著 那不如說一下 接下來有什麼辦法 這個水位 我想急及現在的成交壓 又回升了一點 我想大家開始有這個位置的時候 有些資金證又想入貨 有什麼辦法可以先留意 其實都有的 當然要事先講明 我覺得市有機會是短期定定 當然 其實之前我們也有預測過會反彈 但是是不是出現呢? 其實看我們一開始說的因素 好了 市市是定一點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假設想買股票 都有些可以選擇的 第一件事 最簡單直接的 就是買指數 你可以買200元 短期彈 但是你不知道哪隻彈 指數是其中的 或者叫ETF 是其中一個選擇 你近一點的 就是科技指數 都挺近的 對不對? 現在我們還有些可能是兩倍的 更近了 但是那個行業本身 我沒有大改變 第一件事 都是我會看一些油股 今天來說可以的 例如883 我們都是說 油價 紐約其油 如果大概是80元 或者最盡最盡最盡 85元 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想的 配置方面 第一就是883 第二就是3175 一隻三星的ETF 這隻就今天差點 跌了2.5 今天是883 跑贏 因為有業績 營起 自然撐了股價 所以我想 如果你看好油價的話 這兩隻都是各有優勢 一個就是好跟油價 一個就是油價不用大升 但是硬著在80元的話 它營利會很漂亮 又派高息給你 883就會跑贏 所以各有各的好處 我覺得其中的部署 就是有相關的東西 第二就是 通關概念 就有點鬧鬧的 我也覺得就真是難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國泰 都落到7.66 這些位置又不是貴 我覺得進取的話 打個三個月的投資角度 其實都可以想這類型的東西 所以我想 第一是這些 第二可能是基建類型的東西 都可以想一想的 譬如我們經常說中國中鐵 你說它很差 就有點失望 始終大市跌了下來 你說是不是很差 那現在3.8這些位置 其實都抵賣 所以我想 再加中資電訊股 其實都有些東西可以留意的 好,我看到有些問題 先問一下 好 先問一下 現在收息股有沒有推介 譬如中移動現在能不能進入 好 差一點 中移動是其中一種我喜歡的股份 因為概念上很簡單 第一就是它的5G 由過去幾年5G的投資期 到現在不要說收成期 至少大家都用多了5G 那ARPA是一個提升空間 而它的CAPEX 即是資本性支出 理論上最多保持著 就不用達福增加 第三就是太息有保證 沒有說有保證 比較穩定 所以第四就是 政策風險比較低 我也有提過 就是11月8日之前 我很害怕政策 包括光復、晶片、半導體、鋰電池 這些都有機會被美國搞鬼 第一,11月8日就是美國的中期選舉 所以現在看拜登爺爺就輸到陷 因為你現在帶著一個通脹 還是8.2%去參加中期選舉 那真的很難搞 唯有就是做一些小動作 針對中國一定會打的 還有留意上個星期 其實出了一份 叫做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就是國家安全策略 是直呼其名 講了中國和俄羅斯 所以一位神功二位弟子 我也是覺得就著不同的範疇 會繼續攻擊中國 相對上 其實中國移動面對的風險 都被你搞完 最多就是做自己的事 就是在內地本身 政策風險是低的 另外要留心的就是 這個政策風險的話 剛才提及過相關行業 都是近期來說比較高危 除了這個政策風險之外 要看另一類 就是說如果真的動態清零是持續的 因為第一 你看到最新的論調 都是告訴你持續的 另外之前來計 就是人民日報 都連續三天跟你說 動態清零是不躺平的 所以你看到 當然今天體育用品 有不同的消息 包括李寧有些爭議 但是總體上來說 可能動態清零是堅守的話 有些體育活動 未必好像你預期那樣能夠舉辦得到 所以今天整個體育用品板塊都洗了下來 變相了 不單止體育用品的 如果是繼續動態清零的話 一有一兩單就封的話 當然封個小區 其實你的旅遊 你的平時消費 都會有些影響 所以我想內需的話 可以多看幾天 真的再跌下去的話 到時才去買 所以暫時來計 發開兩反 基建我想可以先看了 內需可以再觀望一下 未回答你的問題 中國移動是48元 48元 沒有變過的 48元 然後是9696天齊 你現在是否能夠進入呢 嘩 等等 我看看172 今天有些差距的表現 某個可能性 一升一跌 其實我會這樣看 詳細案就不分析了 因為我在其他節目和這個節目 也有說過 主要是看碳酸利價格的變化 重賞50萬 50萬是沒什麼賺的 所以你問我這一刻 我覺得天齊加禁風利業 都不像會大升 但圖表上 就似乎是1772 好像初博在50元位置 是企穩了 這個有些出乎我意料 當然有很多原因 因為大家上市的日期不同 累積的跌幅也不同 但是如果純粹看 李輝石和碳酸利的價格變化 理論上禁風利業是虧張 但無論如何都沒有 你問我 我回答你9696 我現在買股票兩年 第一是基本因素 我覺得是好的 甚至乎未來兩三個月 有些催化劑 似乎天齊暫時都不太符合 就算符合也好 我要看到一件事 就是形態上有個見底 你看到天齊似乎還未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我會想 我現在不想買太進取的東西 所以天齊未必是我在這一刻的首選 好,接著是車股浴質未 譬如比亞特這些浴質未 這個要兩看 如果你是說很短線的話 似乎190元附近 又初步站得穩 假設大股可以撐上去的話 我想你188、190元買 或者現在193元買 其實短線是有一個獲利的空間 可能先看210元或者211元 那裏也有10來20元 都蠻好賺的 但是我始終說的隱憂就是 一彈上去 第一彈不彈不彈 第二彈上去的話 那股神爺爺會不會有孤貨呢 這個只能夠做一個短線薄反彈的部署 如果你抽離一點看中長線的話 雖然電動車我只看比亞迪 但是始終有一個2億股的陰霾在這裏 暫時不會做一個 當然市都不配合 任何股票有一個中長線的升浪 所以我只能夠說 比亞迪中長線買的話 就不是的了 但是你駁他短線190元 初步見底 彈上203、211的話 那就看你駁不駁這10多20元 我就不駁的 我下午就跟林sir答這個叮叮 林sir這麼好伸手就會駁的 我跟他清理後就說 真是看他8-9元 那你看你玩不玩這8-9元 我就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就忍手綁住自己 不要搞了 所以大家有求 每個人有不同策略方法 接著是291環印啤酒 現在又能夠進入? 不過 理論上可以 我之前也答過 50元以下可以想 我也是的 基本上就是 暫時來說 雖然都是一個旺季的尾端 都是旺旺的 天氣都不算太涼的 再加上加價之後 抵消成本的上升 第三 不知道可不可以問哪 11月的世界杯 可以令到飲啤酒的旺季 進一步延長 所以有些賣點 但是這個最大風險 一定是看疫情 因為很簡單 沽了一集就是講內地 不同的巴巴亞太 還有其他國家 看看內地的情況如何變化 雖然我說50元也可以買 但是圖表上 其實是噁心的 你看到日線圖 幾支陰竹地搖下來 今天就好一點 曾經做過48.2元 收回上50元 似乎我們說50元有些支持是對的 不過圖表上是未遲見底 亦都今天的收市來計 雖然上升50元 其實坦白說 是低過少許 我們說9月5日 9月6日和9月7日的低位 那三月的低位 分別是50.5元 50.5元和50.4元 所以技術上有些穿位 就難搞些 所以這個就是 左手和右手打架 我覺得只有50元以下 可以值得一搏 可以一搏 但右手在所謂的技術分析裡 其實又破了位 那這個就搞了 所以 好,如果你好想買股票 你又想看內需股的話 我想華潤啤酒 下面那句我本來想說 但又要吞下來 為什麼呢? 我本來想說是分駐買的 那一定沒有死 但問題就是 每手股數2000元 我記得的 即是比亞迪 青島啤 華潤啤酒 一個人分駐就被人罵了 所以我剛才說了 想說就吞下去 所以另一個要考慮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駐馬不多 你又做不到分駐 就要吞下去了 那就多一個考慮 好嗎? 好,然後916 什麼位可以進入呢? 916 好,我看看圖片 其實是這些位 因為我自己也說過 最差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是跌多了 其實我講這句話 都差不多兩個禮拜前 我會歸咎於最近這一浪跌下來 不是自己的問題 即不是它自己的問題 是說大市問題 所以我經常都說一句 你容許我長期說一點 這個是投資理念的問題 在我角度 我經常都說 每一隻股票是一艘船 它們有不同的質地 可以是航空母艦 可以是山板 可以是快艇 但它們全部都在同一個海裡 現在的海 就是在說波濤洶湧 即是很嚴重 京濤蟹浪 所以就算你那艘船 本身基本因素很好 是航空母艦也好 在京濤蟹浪之下 都會比較波動一些 我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10元以下農業電力 我覺得是偏低的 但是你的市場這樣的話 是不是10元以下就不能再跌呢 是不是代表10元以下就馬上要升呢 其實又不是 假設你覺得市場初步已經跌了 甚至乎你覺得市場是會反彈的 那麼農業電力10元以下 應該是可以一搏的 當然我這樣說你覺得我很生氣 說回小基本因素 複述之前馬上跌 也是說風力發電的中標價是極度低 0.19一度電 每發一度電你都輸了 你都蝕了 好了 所以就跌到一波一路 好 接著有個回升 就是說氣標事件 和所謂的補貼 有個所謂的儲光 讓它升上去 其實那時候都升上去 那不是很多的 升了一些 升上去都13元 接著我想是大市問題 就一直跌到10元以下 現在初步似乎咬著10元邊 就是回穩了 所以如果你不擔心大市 10元以下可以小豬 這個應該可以說小豬吧 我現在說話很小心 OK 一千股 OK啦 一千股一手 10元 咦 一千股一手是有些東西特別的 Anyway 所以可能多個考慮 這個我想10元以下可以考慮 好 接著 問非股票 問怎麼看股價 比比 什麼 怎麼看 怎麼看金價 搞錯 怎麼看金價 不敢看好 因為我是會看中線來說 是看好美金 因為很簡單 不是吧 美金升了很多 最近明明說的 加息預期升溫 它都不升反跌 114下回11213 你還看好 短線的東西 沒有人會看的 但是說中線的話 我問大家幾個問題 你給自己答案 主要來說是個息差 現在說的是 美國可能是 11月12月 國家75點字 下年第一季 可能會加多一至兩次 每次25點字 除非英國 好像部份人所說 11月會加100點字 否則美國的息差 對其他國家來說 短線都是不會收窄的 OK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看經濟 我想美國當然不算很好 但是你看到的勞動市場 還是OK 變相一比之下 和英國 現在說的是 卓惠斯 可能要下台 你也知道怎樣 搞到一窩足 歐洲 甚至日本 美國也是最好的 所以 美國在經濟裡 是相當好 而息差短期 又不會收窄的話 我覺得很難看淡 美金 美金偏強的話 那你的金錢 就很難有運行 所以 很簡單 買黃金 是看兩件事 第一 是避險 但問題就是 美金本身就是避險 第二 你要避險的 你就做短一點時間的定期 沒有東西避險過定期 現在 所以我從避險角度 我又不覺得金是唯一的選擇 好了 我不要避險了 我要進攻了 我要在金價贏了 在美金偏強的情況之下 你要金價大升 又談何容易 所以 我不會特別推介黃金 反而 你問我在商品市場裡面 我沒有變過的 金我們是看得保守一點的 到現在來說也是對的 我們相對看得進取一點 是有的 80元、85元可以買 暫時來說 都是對的 所以我沒有特別改變這個觀感 除非 接下來環球經濟比預期為差 我會下調對油價的預測 但是 抬升金價的展望 應該就不會了 所以 我想你還是看著這個 有比看著這個金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給你的解答 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久期 拜拜